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在保险理赔时 效率更高 更快 更方便 相反的呢 规模较小的公司可能会因为人地资源缺少 而导致办事效率偏低 第二 合理的保险 每家车险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保险配套 但是大部分的保险配套和价格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因此你必须仔细地去检查车险公司的理赔覆盖范围 实力较好的车险公司呢 可能需要交付比较多的保险金 但是所覆盖的范围可以远远地超过实力较小的车险公司 有时候一些公司在保险配套上给予很多的折扣或者是正品来吸引车主 但是一旦发生事故后 不仅理赔金额数而少 还有可能所购买的保险配套呢 并不附害在保险范围内 对于车主来说 给汽车买保险是必须做的事情 因此慎重考虑 即选择一家可靠的合理的车险公司是绝对必须的 在购买汽车保险时 切记一定要考虑自身的消费能力 还有购买能力范围的保险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教会你一点点 让你更懂得车险的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保险360系列的话 记得要按赞以及分享哦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的通知哦 我们下次见